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 MIHA 10 周年紀念特輯 洩到空虛網台血淚史 說這麼快,今集就去到 23 集 很多朋友問我十年血淚史做到多少集呢? 我打算去到 52 集 其實現在差不多去了一半 十年都很多事情發生 有些心路疫情,或是在營運上的體驗 做網台的心得,人事關係複雜的事件 自己可能在某些事件中心路歷程的改變 又或者是碰過迫,或者是開心的事 其實用 52 集來說十年的事情 其實都很水果合陪 但是老惡也有想過 In case,當我們撤出了進業街 之後還有另一個十年 總有機會,我都可能會回憶 或者過了五年之後 又可以講解加拿大內的心路歷程 對社會運動的一些看法 如此類推 我想都會在適當的時候 在做完這 前半部分,希望我救命 鬥長命 即是後半部分 都有機會有第二輯、第二季 跟大家去講 總之,第一輯的一個十年血淚史 暫定會在 52 集中 盡量找一些不同的故事 跟大家去分享 今集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老惡都可以算是 網台界裡面最早期 喜歡拍一些海外的特輯給大家看 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什麼旅遊節目 又或者什麼游山換水 在海外裡面的飲飲食食 那些大台裡面 都可以給大家看 但是小估不到 小小的一個MIHK的網台 做事就不計其成本 全全都不會想到營運 會扔多少錢下去 會令到自己的八上加緊 一個這麼瘋的老闆 一個渣其人去做事 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可以做很多的特為移出 突破 第一 又或者是希望突破這個傳統 做一些創新的事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很早時間 在MIHKTV的節目裡面 我們已經推出一些特輯 就是在香港以外拍攝 我想大家都會很記得 我們這個屌出香港系列 有去過台灣 又有去過加拿大 又去過泰國 又去過越南 又去過東非 包括這個 一個蘆旺達 烏江達 還有一個肯瓦 嘩 很多地區 我們都去過了 總理也拍過一個 嘻嘻嘻嘻吃地球 也去過台灣 去拍攝過 飲飲食食的 不同的一些 旅遊節目給大家看過 我始終都覺得 旅遊節目一定要是 走出香港 實地在當地去拍攝 拍攝了一些不同的片段 一些故事給大家看 就可以和大家一起 背著MIHKTV的主持人 出國 然後一起去旅行 去探險 去經歷 去感受 而當然 令我感受最深的 就是我背著KC Sir 有幸 因為它有一些人物 那方面的踏路 可以令到我們去一個 東非 三個不同的 三個東非國家去玩 而 而我們的人生 就是去過東非 這個地球的尺度 的移軌圖 感受到 應該是最熱的一點的時候 那種的熱法 也踏足非洲的大陸 即是跟非洲的一些 匹命貴 現在叫做匹命貴 這些朋友 去聊天 其實他們都很善良 也都很了解他們當地的民生 他們和動物之間的一些 微妙的感情 愛護他們自己的土地 也都是了解一個 完全不熟悉的國度 和文化的 當然也有回到我的祖國 加拿大 我現在也回到加拿大這個生活 但是 在2018年或之前 其實老闆就已經 經常都要回到加拿大 因為 開始的時候 我就已經要安排 花毛蘭要過來 溫哥華讀書 也都開始要 在溫哥華置業 安置我太太 因為她跟了我這麼久 都還沒有入籍 也都安排她 要開始入籍加拿大 要坐牢 申請這個移民 有很多時候 都要回到加拿大 就要安頓 甚至是 探望我嫌子嫌女 探望我老朋友 探望我父母 亦都在因利成變 很多年沒有回到長時間 當然要了解 烈志文 溫哥華 本土的一些變化 拍一些節目給大家看 又試過跟超哥 他們去台灣去玩 又拍攝過 跟阿俊 跟阿史提 又去泰國 去過越南 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想都堪稱為 香港的網台界裡面 最早期也是 涉業最多不同的地區 地點 的網台主持人 我想我也算是 可能會說 你這個混蛋 拿了公數去旅行 自肥而已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自己對貼的 例如 在加拿大所有的旅行 基本上就是自己付錢 去泰國 台灣 也是自己付 除了阿俊 工作人員要付的錢 超哥 也是自己付的錢 跟我們去台灣 總理跟我們去台灣 拍攝那些旅行 也是 基本上差不多是自費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補貼到的錢 都是有限的 但是 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自己 隨著自己說 順便去旅行 自己去自費 拍攝給大家 才可以做到 這個情況 當然 去非洲 公司要補貼多些 但是當時 剛剛成立 水喉充足一點 經費又多些 但是想不到 後來這個營運 越來越重壓力 你想再去多次非洲 長洲你都去不了 大哥 真的差點 真是窮到一個 沒有 不可依不可在 但是我都很感恩 可以去到這個非洲大地 去一些比較 香港人 少些會再去的地方 你說有沒有機會 再去這個非洲大陸 我不敢說 以後都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 隨著年紀大了 大家的手足 散在不同的地方 要夾齊腳 要再出發 我想 未必是短期內 可以立刻 啪啪屁 立刻起行的一件事 而且 近來 近來 20年 武漢肺炎之後 這麼多疫情 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都會很緊張 他們不同的地方 會否感染一些奇難 雜症 這也是我們要關心的事情 再加上 六、七年前 八年前 如果去非洲應該差不多 是 2015、2016年 那時候出去的 你想想 體能 各方面 是否還可以出去 日曬雨淋 去拍攝 是否要去一些 輕鬆一點 真的不知道 近年 我們剛剛 今年 我們也去過日本 去年 我去了英國 因為這樣 拍攝了很多 不同的國家 地方 給大家看 我前陣子也去過 滿地河 以及 Cubeck City 也拍攝過一些 不同的地方 所以 可以說 我都幾 不要說 Cocky 但我很自豪 因為可以去過不同的地方 亦都把旅遊 工作 娛樂 全部 不要想不到 混合在一起 拍攝好的節目 給大家去欣賞 支持我們 廣大MHKTV的網友 和你們 一起去旅行 你試想想 旅行的時候 又要工作 又要拍攝 周居勞動 又揹著器材 其實老實說 去這麼多的地方 我寧願 舒舒服服的 希望下一次我去的地點 就去泰國 這些巴提亞也好 什麼地方也好 總之找個resort 叫齊兄弟來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走那麼多 我就是想躺在這裡 曬一下太陽 是吧 拿著這個Tiger Beer 是吧 然後叫基思長 你做圖表學人 我坐在你旁邊 做你的嘉賓 曬著太陽 打大尺 這樣做這個節目 真的年紀大了 你這樣衝來衝去 真的有時候 我都是覺得 可以再衝多多久 但是都不想太多了 就是 頂著我雞頭 下次總之有機會的時候 我這些冷根 又被我的過度活躍症 就會overram了 自然就會想到 什麼東西出來 就會做事 我曾經在台灣 台灣也是幫大家做過這個選舉 總統大選的直播 是吧 連續兩屆的大選都在台灣裡面度過 希望 接下來新一屆的 可能是204年之後 就是2028年 也有機會繼續在MIHKTV的名堂 幫大家繼續廣播 希望可以長做長有 但一定要大家的支持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都頂不了 做了這麼久下去 或者做了這麼多不同的題材 希望大家都了解到 我們跟大家 共同呼吸一樣的空氣 大家都有共同的價值 有共同的信念 有共同的希望 我們可以行走下去 有著這個PASSION 去富裕我們要做的使命 好了 老安要告訴大家 其實說了這麼久 除了很感恩 可以去周遊列國拍攝 玩玩 做直播 了解封島文情之外 但其實我每次出埠 我都很提心吊膽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次出埠去外面 我總是覺得 有些不如意的事件會爆發 大家都知道 除了MIHKTV之外 我還有其他一些公司 每次我出埠去 都會死人塌樓 沒有突然走 真的很嚴重 要不就是 某一些工廠 突然之間 都出去旅行的時候 就收到消息 整間廠封了 老闆跑掉了 好 我們這些貨就押了別人 在工廠裡面 還沒解決 你要等你回來 我們要想一下方法 如何跟這些地區政府 要聊天 商討 賠償給工人的費用 還有這些貨就要拿多少錢 去熟悉 哇 我曾經真的發生過這些事件 幫我們接我們訂單 做的一些貨品的工廠 哇 李魯炳 他突然之間倒閉 然後老闆就走了 不知去了哪裡 沒有錢出糧 但我們的貨物 就押不及 出回來 扣了在工廠裡面 地區政府 要我們想辦法 如何去幫忙 賠償當地的居民 還有那些工人 拖欠的薪金 遣散費 同時之間 你拿回你的貨品 就麻煩你拿錢上來 又要跟我們討論一下 如何拿多少錢 要收回你的貨品 這是一個賊 我們是受害人 但我們跌的錢 竟然比廠間更多 你聽過沒有 這些就是 正正的試過 有一次我旅行的時候 出現這些問題 你說 是不是真的想哭 有一次 我就去旅行 也很遺憾 那次剛剛相約了黃毓民先生 可以上我們的藍皮書 節目接受這個訪問 誰不知 當時打算交給 啤梨哥、周公子兩個 去抹著兩頭馬車訪問 黃毓民 應該就是實食不好 這個節目 就非常之好 效果一定會上街 三個人都能言善變 可以一起拆出火花 誰不知 這一集的節目出了街 我真的很後悔我怎麼去旅行 三個人 一個是搶著去說話 一個是搶著去說話 一個是要博表現 變成了教主 沒有什麼發言的機會 看得到我的火都來救了 做主持 怎麼會這樣去做 你叫別人上來 當然是給別人多說 別人是客人 別人是主人 說兩句 就讓別人收爹 然後讓別人說 另一個 就是不停暂亂歌病 曬他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說真的 真的讓教主說 你在台灣 我告訴你 你跟李登輝吵屁屁 我都不太在意 總之讓教主說多些 沒有 那次很令我 一直看直播的時候 在海外 就一直 吞吞到 春袋都爆發聲 為什麼後悔要去旅行 但這些都是小事 不是那些什麼 死人塌樓沒有地方走的事 有兩三次的事件 其實都是在我 去了海外 或者回到加拿大 的時間發生的 三次 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對無論公司的士氣 或者坊間對我們公司的看法 又或者是人事上的問題 這些複雜 都有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當然第一次 就是當我在加拿大的 這個時候 這個先人 當時他正在做一個先人夜話 我收到他的電話 他突然之間說 要劈砲,不能做 這是第一件事 待會再可以說 多些細節的問題 第二件事件 就是突然之間 有一個去加拿大的時間 凌晨5點多 收到客家佬的電話 說他短期內要失蹤 要離開 所有社交網絡 手藝電話 全部都不會找到他 所以他正在做的一個節目 叫做客家由鐘 就要即時腰斬 而後來讓我發現 原來在較早前 在2017年7月裏 他正在搞一個旅行團 就是泰北的精華文化油 也要被迫 有一個情況 就是當時已經收了9位 旅客網友的旅費 但是原來當日 在2018年1月 他宣佈要突然之間引退 這個時候 退款都還要還給網友 而之後 亦是backfire 了 這個MIHK TV 第三次 也有一次 就是 我又好心 就是見 黃宇文教主 有兩張票 聘請我的 就是看這個動範 動範 那我就轉陣了 給我手足 吊總理西瓜頭 就去看這個動範 這個表演 還很前 前輩 很漂亮 這是一個警衛 來的 希望他代我去捧教主場 殊不知 遇到一些傻人 挑釁他 也有些不生秀的網友 在挑撥離間 然後就弄到不愉快的戶口事件 那這件事件 我找日有機會 雷龍去蜜 我要說回 恩恩怨怨 情仇 各方面的事情 但不會是這一集 他去說 遲些時候 也都令到 當時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教主 我們這些人去看他的節目 怎料還搞事 好像MIHK TV 令到 和普羅的朋友 說 你們這些傻人 搞什麼事 這麼愚蠢 另外 有些人 又自政黑社會 吵冤巴林斑 在那裡打拖 如此類推 這些 也是 有一些後續的麻煩 當然 就是之後的炒花生 大家 拿出這件事 拿出來 炒花生 流言蜚語 甚至沒有 啤梨晚報 啤梨 也是借這個事件 就是加鹽加醋 就是 插嘴 也是因為 因為這件事 我真的打過電話給Pay哥 大家都是自己人 西瓜那些事 說小句 他就辣得好 也跟我 透過電話 爆發了大家互吵老母 我真的辣得好 我都給他 我就說 你這個狠樣子 離譜了 你沒有驗過 大家都是同一個台 是吧 然後把西瓜那些事 加鹽加醋 在節目裡面去說 這件事件 自己派花生 博收事 我覺得是很不對的 勸句說就說了 但是不要再說 或者說少一點 他就發爛 當然 你最後一看 你可以罵我 我也不能怕你罵 大家互罵 當然 這件事件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放在心裡 我覺得一定有的 因為這個事件 我相信他 之後離開MHKTV 自己去插旗 不多不少 我想都有少少的 這個成分在裡面 這些事件 我們之後再說 今天主要說 每一次出走 或者每一次去旅行 我都是遇到頭暈申慶 要悅羊 要解決問題的 這些複雜 或者令到頭暈申慶 這些情況 第一次 就是在一個 先人夜話 因為第一百七十集的時候 發生的 其實之前 當我去了一個 加拿大 我就收到他的電話 或者WhatsApp 就想著不去做 做八七集 就是 原事 但是當然 在之前 我想大家 在我的十年去史 特輯裡面 我都交代過 為什麼會和他 有一個問題發生 因為他旁邊 有一群人 就是 圍著他 就是 捧著他 天那麼大 天那麼高 那個Ego 就春袋那麼大 我想 他覺得 我就忽視他 或者不聽他的意見 也都是 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他要搞很多 什麼生日之星 如此類推 網聚 要賺錢 如此類推 我們一定要經 我們公司去做 然後我們有一個 percentage 一定要拆回 以及經我們的嚴格監管 你怎麼做 什麼形式 去哪裡 我們一定要知道 總之你在我台 用你的節目 我們的資源 去做宣傳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你待會不會 課不對板 還是 吃了有問題的 散裝生粉 還是怎樣 你弄傷了些人 有什麼的 不舒服 吃錯東西 我們的台客 一定要兜著走 拆回這個percentage 也會必然 一定會經我們的監控 或者經我們的approval 你才能夠準確去做 在這方面 可能他也不老禮 所以他要離開 他要離開 當然我也覺得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你要離開就離開 我也無所謂 我們也無所謂 知道他要離開 我就祝你好運 但是當日 他在一百地七十集 離開的時候 他拖了近四十個人 倒了上去 我們這個節目 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在幕前也有這麼多 幕後又怎樣呢 又拖了女兒 又這樣 說得他很 鬼聲勢浩大 大品把人支持 你不看我 就是你們MIHKTV 你老我 昂糕 總之我有很多網友支持 今天我就出走了 我自己出去了 我自己有自己的天地 你們酒保 其實你有這個做法 我都無所謂 每個人都可以 對自己有一個看法 對自己有一個信心 都是恭喜你的 但是當日 他在我們的台中 帶這麼多人上來 其實對我們公司 很多同事的士氣 就受到很大的 以後的打擊 特別是假貓盡 那麼多人上來 他們的氣炎又高漲 好像我們對他們很不忍著 同事 給他們這種說法 覺得 你走最後一集 就走最後一集 甚至要這麼大陣仗 曬馬 如此類推 這麼少家 還有大家都一場同事 就是 不用這麼困難 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的 寂寞 很簡單 過了今天 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以後 沒什麼 投人生氣 死人嵩柳 殯儀出狀 都未必有機會 會見到他 有咬他 不要管他 總之 今天幫我 乖乖地 大家咬緊牙筋 忍住他這一天 讓他趕快走人 魚子去推 不要再煩 以後就無限死 乾淨 就調理到什麼 攪拌店吃碗麵 但是我相信 那一晚 雖然我不在香港 他們也踩了這麼多人 上來我們的辦公室 而阿俊就很生氣 就是 你帶了這麼多 不肯停洗的人 上來 而公司 那時候有些產品 擺賣 那麼多閒閘人 等安全 各方面的東西 完全是失控 有些人不生瘦 或者是怎樣 我又要監管 我哪有這麼多人 去看著他們 幸好的是 最順利 他們都鎖死了 在一個大的直播室裏 做節目 做完 就閃人 但是 我想整體的氣氛 又或者他們的態度 其實對當晚出當席的行動 和阿俊 是有一些不同的影響 或者一些看法 令到一些很負面 不開心的情緒 算數 那件事的事件之後 但是 想不到的 就是之後 一連串的麻戰 曹圓巴林斑 這些我就不說 畢竟是過了過去的事情 但是 亦都是因為 當我不在香港 他們就馬上跟我說 要不要走人 不勾 我亦都是要越洋 要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我是挺辛苦的 而且心 也挺堅持 那天的事件 帶出一些後續 或者是之後的麻煩 但是這些 來賀 好像宿命一樣 永遠在你去旅行 永遠在你周高流動 又或者永遠不在你香港 永遠在你 早上天蒙光 或者深夜時差 這樣 就眼睡著 或者要睡得不停 不停的WhatsApp 去出 令到你自己也要 即時 around the clock 去解決問題 那 現在應該 這支這樣的歌仔 就不會在今天的MHK 裏面再發生 因為始終去無存聲 不適合的頻道 不同理念 不同學識的人 全部都遠離 總之 大家都是跟一個frequency 跟一個搭適天地線 有適合駕車的朋友 有理念的人 一起在一起 做我們要繼續行的工作 大家都很堅持 大家也很明白 自己現在的狀態 在一個困難的日子裏面 大家每一個主持人的崗位 是做些甚麼的事 合如其分 不會有錯誤 或者是一些很超出 應該大大的想法 去希望得到某些回報 做事的方法 所以現在 希望Touchwood 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亦都說 送走了一隻瘋神 亦都不用擔心 以後有這些問題 去再出現 希望他 在他自己的頻道 再找到40個人 跟他一起去做節目 或者他每一集的集數 都至少超過40個 希望他每一集都順風順水 畢竟 時日無多 年紀大了 做了甚麼的魄力 去做節目 每一集 希望他都過到一二百 我想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reward 我相信會是 Anyway 過去不開心的事 就沒有人說了 說回 客家佬的另一次 對我的衝擊也很大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節目 叫做客家由衷 客家由衷 說客家佬 差不多 啦啦啦啦啦啦啦 即是主題曲 記得嗎 徐曉甫那首歌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那首歌 說客家佬 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大陸 台灣 很多不同的經歷 他找了很多相片 他以前的一些 去旅行的照片 和大家分享 那當時呢 監製就是林喬偉 我們其中一位的網友 後來他就找了十三妹 做他的partner 那 以前我以後 沒有記錯 他還找過九姑娘做 好像是 但是他後來找十三妹 去幫助他 一起做 那後來 他就和監製 一般的交配 也就決定自己 要做回所有的事情 要我辭退了林喬偉 林喬偉 後來也沒有做 那就是他和十三妹 一起做的 這個節目呢 我久不久都會有聽聽 因為 不是說什麼 主打節目 都是分享一些旅遊的事情 那 客家佬說話 你都知道 聲音大大 有些娛樂性 說以前旅遊的事情 一定程度上的網友 就會追捧這個節目 不是說收視突爆 也不是說收視很收家 中規中矩的一個節目 在網台裏面 不要全部都是論證 有一些比較柔軟的 柔軟的 軟的 軟的 題材 我覺得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其實到後來 我們都要去想 其實很多的節目主持人 去做事的方法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善用網台的資源 大家想一些商業想法 起碼不要賺大錢 但起碼要找一頓 又或者找個下午茶 或者可以幫到自己 買一件有趣的 索封尼爾 或者買一件衣服 賺錢也好 這樣的情況 我希望 每一個節目主持人 CMHK的工作 是一份很不錯的 兼職 無論給他一個 很重的 Fan Space 製造一群支持者 追捧他的朋友 同時之間 除了微博的 一個居馬費 補貼他乘車 乘巴士之外 喝杯茶 其實我很希望 他們都可以 想一些商業想法出來 在他們的節目中 可以轉換出來 幫助他們的加計 幫助他們的收入 所以當時 其實大家如果沒有記錯 客家路也曾經搞過 去台灣旅行 如果沒有記錯 當時去台灣的旅行團 也有很多網友去參加 甚至沒有我熟悉的直劍文小姐 也有加入過他 這個旅行團 成功了 搞定了 之後 都很想搞一些 其他不同的旅行團 根據他出發 在2017年的7月份 6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想搞一個 泰北金三角的旅行團 收8千多元一位 當時 他一定程度的數目 達到標之後 才可以成團 但是奈何 去到報名的deadline的時候 只有9位網友 就是報名 變成不能成得團 不能成得團 大家周圍會問 是不是那時候 MIHKTV幫忙 去負責收費呢 今次 這個旅行團 是有些很吊詭的地方 上次去台灣 就是我們幫他收費 而我們就幫他 去清理數目 就是有些剩下的 剩下的 減齊所有的開支 我們抬了一個% 當然客家佬 就是剩下的賺錢 的地方 就是給了他 這個大團費 有一個service 賺錢 所以 finance 那方面 就是完全經MIHKTV 去控制 我們負責收錢 我們負責入數 找數給旅行團 如此類推 總之收了訂 之後 就給旅行團 總之收了尾數 然後也找給旅行團 整體的財政 在那方面 就有一個很健康的 監察制度之下 就去盡情 好了 今次 這個泰北旅行團 我當時跟客家佬說 不要說太多 這個做法 MHKTV 就是支持你 讓你在客家佬宗 裏面宣傳 以及製作一些短的宣傳片 在台裏面播放 吹雞 希望網友跟你去玩 那天 你突然跟我說 我先幫你收錢 我不用等來等去 有錢 我就馬上找給旅行社 如此類推租會快很多 那 認識卡加佬 就是2013年的時候 當我們成立低族頻道的時候 已經開始認識他 在現代何合傳 當時也認識了他幾年 這傢伙又聲大大 蘭花系的第二把交椅 很多時候都出來 在社會運動、抗爭運動 他也有看到他的蹤影 我當然會相信他 也看到他這麼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誰知道 這次真的出了事 其實我有一些蛛絲馬跡 我都覺得很奇怪 譬如 在這些時候 我們會拍攝這些大埔特輯 我們走上大埔他們的街市裡去找他 永遠都不會見到客家佬有開檔 我覺得很奇怪 客家佬怎麼經常都不開檔 跟你買五指毛桃 或者買下枯草 或者買客家茶飲 都不見你 你不開檔 那怎麼營運 怎麼賺錢 不見人 沒有想到 這麼大一個人 幾十歲的人 約有女兒成年 也只是想到他懶惰 或者去按鈴鐺 還是去哪裡 我沒有理會他 但我猜不到這次事件 他跟我說 他自己去收錢 原來這些錢 落到他的手袋裡 他是沒有找過 給旅行公司 因為成不了團之後 而那批數 我相信 他應該會自己 退回給網友的時候 他竟然 沒有退過給網友 去到2017年12月26日 還是25日 總之是聖誕節的時間 我跟太太和花木蘭 正在吃冷咒 在中環 突然間我收到客家 拿一個電話 他跟我說 他說 你有沒有幾千元 可以借給我 他說 我說 我私人不會借給你 我一定不會借錢給別人 但如果你說 我回去看回計 你的出場費 或者可以電資給你 我也可以考慮 但是我想問你 你為什麼要我 今天聖誕節 突然這麼急 要借錢給你 他說 他要回去大陸 就去買貨 我就覺得 很奇怪 很差的事情 你都要問我 而且也是聖誕節 你走上去大陸買貨 好像時間不太狹窄 我就聞到一些糯米 好像不太對勁 而當時 我立刻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立刻叫西瓜頭 我跟西瓜頭 立刻叫他 如果客家人 打電話問你 量水 他可能就不止 問我借那些警察的錢 可能他會問你多些 我聞到有些味 千萬不要借給他 因為他跟我說 在聖誕節 要回大陸去買貨 我覺得這個時機 不是很適當的 可能他考納明目 就是問我們量水 西瓜頭當然一聽完之後 他也不是灑牛的燈 他的街頭智慧也很充裕 他也聞到一些糯米 原來想不到他 之後就真的收到客家老電話 客家老真的想問他拿錢 他也想過方法 就灑救了他 當作沒有事 大家總之覺得奇怪 但就不想借錢給他 之後我沒多久 我就要飛溫哥華 當時我回到溫哥華的時間 正正在聖誕節之後 過了新曆新年和農曆新年的中間 那段時間 而在一月的時候 我就收到客家老 我早上晚上 即我早上凌晨 五點鐘 左右 他做完這個客家由鐘 就急給我 訊息給我 叫我第一時間 可以的 儘快打電話給他 那我已經跟他說 喂 不要說客家老 現在我這邊五點 等我睡醒才打給你 可以嗎 或者之後 再跟你聯絡 可以嗎 又或者如果 你有什麼很急 死人想要立刻要解決 優經理在公司 你可不可以跟阿俊交代一下 或者看看阿俊之後 知道了解這個情況之後 我第二天早上起床 我跟他談 可以嗎 他說不行 為什麼呢 他現在用這個電話 就找不到他 同時之間 他也會在Facebook 在Facebook裡面 會關掉他個人的帳戶 亦不會再做任何相關的網台節目 譬如 不知是《現代何合傳》 《啤梨晚報》 還是這個客家由鐘 他都不會再做 總之 就會消聲匿跡 總之人間蒸發 找不到他 那麼 這麼大件事 我立刻就打電話給他 跟他談談發生什麼事 天空乾 立刻拿冷水洗臉 跟他談談 他說要離開香港 或者要消聲匿跡 人間蒸發 去到這樣的地步 再加上早前他問我 量水 我都會猜到 他應該是欠缺別人的大耳窿 或者欠缺別人的錢 不能還 那麼 沒有辦法 那就好 那麼 多謝你通知 第一時間 我們要想一個方法 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要怎樣可以找到 將來的節目 在下星期 就要代替這個客家由鐘 的節目 節目的安排 開新節目 這些不說 已經做過很多 屬手技工去解決問題 這些事 而 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了解到 原來客家佬 真的做了重數組 最恐怖的地方 除了客家佬自己 問過我們 當你量水之後 其實基本上 整個藍花系 都有借過錢給他 雞雞都興奮了 我想只有啤梨 沒有借過錢給他 你也知道 啤梨都是青磚沙梨 咬不夠入 我想他只有啤梨 沒有借過錢給他 其他藍花系 所有的兄弟 連喪波也有借過錢 也有些人擔保 各方面的事情 很多人擔保 又借過錢 總之 就揹到全身數 然後他便走路了 我們也曾經收到一些追數公司 上門問他 在哪裏的電話 我當然也說 有些人不在我們 你找不到他 到後來 我再找到 原來 之前剛才我所說 在2017年的 泰北金三角的精華油 原來他收了9位網友的團費 每位的團費 就是近8400元 大家有得計 8436 9872 差不多是7萬多百萬元的旅費 全部都托了水龍 虛如黃河 當然 我馬上第一時間 在通訊站裡出了一段影片 我們一天經MIHKTV的宣傳 去幫他推廣這個旅行段 現在知道 有些網友 因為這次的事件 赫加佬失蹤了 到現在 還未能拿回當時 傳入了赫加佬 在渣打銀行的 一個私人戶口 這些旅費 沒有預付給他 我們也要雜無旁貸 就要幫他們 怎樣可以追到這條數 希望找到赫加佬的下落 對答 如此類推 後來 輾轉之下 托上托 終於得到赫加佬的承諾 他會繼續還錢給網友 但我最後的了解 有些是有收到 有些是收到部分 有些是收不到 有些是很抱憾 原因是其中一個網友 一直都看MIHKTV的節目 亦都很佩服客家佬的為人 給予很多信誉 他搞這個旅行團 他第一時間 就很想跟一個心儀的 可以說是偶像 追隨了這麼久的網台主持人 跟他一起去旅行 而為何他這樣想去呢 因為 據據家人說 其實他生了癌症 想他還能走得 能吃得 的這個時間 就去泰國玩一下 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面 可以跟自己心儀的偶像 跟網友開開心心 玩一次 剩下的時間 就沒有 regret 去完這個旅行之後 起碼有一些美好的回憶 帶走 這樣 後來我都接觸到 這個網友的家屬的通知我 這條數目一直都追不回 而這個網友也含恨疑忠 到最後也找不到 邱先生 這個客家佬的下落 我不知道 後來客家佬 有沒有最後 就算網友不在 他都盡他曾經的 promise 他怎樣也好 他都去打工 還債 把這些錢 還回給各位網友 我之後就沒有跟客家佬聯絡 對我最後了解的就是 有部分網友收到部分的錢 有些收不到 有些收不到 有些收到一些 事件已經六七年了 我希望客家佬 如果復服了他的承諾 因為我今時今日已經還了錢 但我也沒有追究 也沒有理會 事件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事件發生了之後 我想也有一些我做事的應對 他可能辣著了蘭花系部分的兄弟 因為當時是建國寶羅 就跟我說 就叫客家佬 不如這樣吧 他們那幾雞夜的數 我們蘭花系和MHKTV 大家夾點錢 頂了它 還給網友 那我當時 基於一個原因 我沒有辦法這樣去做 如果這個MHKTV 是全部全資都是老惡的 而我手頭上是充裕的 我浮了錢出來 或者自己個人私人 我當然可以這樣去做 但是問題是 這間公司我動用公數 我一定有其他股東 我要照顧 如果我這樣去做 我一定用一下 當時已經不是很多錢 我們已經是之前籌集的分額 已經用得很多 亦侵了幾次錢下去 如果我再用這種方法去做 其實股東一會覺得 我的處理不當 斷言拒絕了 就算我有錢 我已經全部都丟到公司 我現在沒有一些多餘的錢 可以抽了出來 幫下一個人去清算 後來也聽過 他自己說要射成劇院 他去打工 後來他可以做保安 還是怎樣 他找了這條數 我就說 不如交給他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南花系的朋友 覺得我見死不救 還是怎樣 我就去想 那時候你和我 他在搞MM2H 又賺錢 你們其實整個南花系 副主席出了事 你們南花系 應該籌期怎樣都籌到 怎樣拖給我 我下水 做甚麼 我都是給一個台 搭給一個雞棚 他宣傳給一個機會 他賺錢 誰知道我都丟掉了 你還要我掉了錢 那好像不是很適合 讓你搞MM2H賺錢 又買馬拉樓 那時候你們應該有足夠的錢 可以幫到他 幫了這位手足 你要搭給我下去 你們想不可以再想我 何況我當時真的在虧錢 而且這些錢要丟回去公司 要出糧 交租 某某然 斷股 你不會問我拿幾千 你也要問我拿兩三雞 那我真的怎樣拿出來 所以有一個苦難的難題 我想在那個時刻 那些南花系的人 對我可能有些看法 就是說 以前你籌期起台的時候 我們都義無反顧幫你 現在客家佬有事 你就縮降 但是的確 我覺得原則上 我沒有辦法幫他還債務 或者 很多朋友覺得 我這個決定是不對的 但是在我逆地二處 公司已經有債 公司也不是全部是我 而今次這個事件 如果要公司去銀錢出來 我也很難跟股東去交代 所以我拒絕了 或者在這個時刻 我自己想回 南花系的人 可能和我開始疏遠 都是客家佬的事件 又或者在這個事件裏 他們會覺得 我為何要將這件事件 和全世界去交代 不和全世界去交代 我自己覺得 MHKTV的相遇 我們在這件事件裏 參與的透明度 我們負的責任 和對整體網民的解釋 其實完全影響到 將來 我們要再做任何事 大家對我們的信任程度 如果今次我 不公開去交代清楚這件事 要保住一下家佬 不要讓人知道 他欠人來周身債 而幫他隱瞞的事件 不讓人知道來龍去脈 而大家就會對我們公司的信任 對我們之後再做任何事件 會不會有一個問號 相遇的影響 但當然他們不會在我這個立場 去考慮 或者去分析 或者去承擔 對我們公司的機會 cost 之後的一些影響 帶來的一些問題 他們當然會覺得我太冷血了 但是我只不過是一個executive 去幫公司做一個最適合的決定 如何保護公司 而歸根究底 不是我們拿一支槍 去逼客家佬去開旅行團 也都是我facility你 你自己收了錢 你去搞這個旅行團去賺錢 是不是 幫到你 到最後 我們幫你做了這麼多宣傳 我一元都收不到 是不是 現在還要商號受影響 還要背責任 要解答這麼多客戶的問題 聽他們訴苦 亦都影響到整個公司的形象 這些損失 我當然都不能再追究了 如果再要我跌錢 又不准我說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那又通不通呢 我想他們當然不會在我的立場去思考 我亦都不在乎 我亦都做了這樣的決定 一定要這樣去行 所以我也沒有理會 但截止之後 很明顯 整體的蘭花系 和我們的關係 就越來越疏離 去到2018年的年尾 其實基本上他們已經是 啤梨晚報獨立了 大半年之後 加上西瓜頭的 在毛澤民教授的動篤笑事件 打架事件之後 沒多久 亦都增加了他們離開的獨立 在彼里晚報之旗的決心 都未定 所有的事情都是 在彈彈彈彈彈 互相影響 你每一個決定 都會有 一些大力的衝擊 你作為一個決策人 你作為一個 要做決定的 或是一個主持人 或是一個主持人 有時你就衡量 每件事件有得與失 在今次的事件裏 我始終到目前為止 我重新再回顧 我仍然覺得 我當時的決定是對的 一定要開城報公 要交代發生什麼事 究竟客家佬 為何欠了自己一身債 我當然沒有去追究 究竟他是不是難賭 喜歡賭球 這些事情我都無從深究 但是客家佬 據我了解 因為經常都要回大陸去買貨 經常都回到大陸去買貨 我自己的推演 是不是他上面有女人 要沒有錢 因為我個人的一個猜測 但我一直都沒有 跟任何人去想過 為何會這樣 到最後 當然他在大埔裡面 街市的檔口也沒有了 我最後收到他封的 應該是他在做食招 也有時 而來不中 譬如我知道他曾經過頭 就是十三會的結婚 有出過來的 究竟他找不找數 找得清楚了 我就無從稽考了 這裡很替那位的朋友 曾經想參加這個客家遊中的 泰北旅行團 去玩一個很開心愉快的旅程 而希望他人生最後一段路裡 就是享受一個好玩的 和一些自動道學的朋友 開始一個有飲食 有文化 有風景的一個旅程 但是很可惜 與人不熟 跌了的不只是錢的問題 而是對他的心靈 以及對他的寄託的一種打擊 我想這是他臨走前的一個 挺大的遺憾 在這裏就是在密慰問這位網友的家屬 希望這位網友也是RIP WEST IN PEACE 新同感受你的這些不開心 沒有辦法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很多事情 不能反過來 在事件裏 我只可以說 每一位朋友都會為他們的私言行為 今天出得來行 就一定要還 勇於面對問題 去解決問題 自己闖禍的禍 自己就要去解決它 找了清楚數目 在哪個地方 就趕起來 千萬不要 口說的事情 和你做的事情 是完全兩馬子的一回事 說就凶狠 做就瘋狂 這是我對客家老 一個挺失望的看法 希望不會再跟他有任何交收 雖然我沒有機會再見面 也希望他盡量還清數目 好好的 洗心革面 任何原因 令他浪費了這麼多錢 走掉了數目 借了這麼多朋友 錢也沒得還 希望他對每一個他拖欠的人 有一個交代 找清所有的數目 或者任何原因 令他走上這個重數組 沒有跑山之王 山路之王的道路 這些壞習慣也好 什麼都好 希望他戒掉這些人 好日重新做人 今天就這麼多了 送上當年 我在MIHK每週通訊裡 幫大家呼籲 留名 那時候的片段 給大家看看 重溫在七年前 差不多 當時這件事件 即時的 我老奧的回應 和反應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 要談一談 上個禮拜 我就宣布了 Kakaro 他因為有些私事 要暫時忍退一段時間 即時離開MIHK 和即時離開幕前 那 最近也發覺 Kakaro的聯絡方式 我們都找不到他 可能Kakaro的私事 他急於要處理 變成他沒有時間 去處理一些 MHK TV的網台節目的事 但是有一件事 我就要透過這個電波 即我們的互聯網 和我們的節目 就是公開呼籲一些 曾經在2017年6月17日開始 透過MHK TV的旅遊節目 客家由鐘宣傳 客家佬主理的 《泰北青邁青來金三國風情文化五天團》 讓大家的記憶 就是這張圖 2017年7月份 開始接受報名了 但是到了8月7日 因為人數不足 客家佬主理的《泰北青邁青來金三國風情文化五天團》 宣告告趨 當日呢 先回來 當日呢 據我了解 大概有9位的老友記 就是 WhatsApp了給客家佬 以及入了 他們的團費 去了給客家佬那裡 客家佬的私人 這個渣打銀行的電話 因為呢 今次的旅遊團 就是客家佬 他自己去主辦 也都經過MHK的台呢 就是幫他宣傳 去搞一個旅遊團 那麼呢 在 過往這幾天呢 我都收到一些 的 老友 就打電話上來 就查詢回退款的事宜 那我就因為 沒有跟客家佬研究 是不是已經是退款給一些老友記 還是有什麼事情在發生 那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自己都幫他宣傳 那MHKTV呢 也是雜忘旁財呢 是幫我們的旅遊呢 就要找一找客家佬 協助一下 了解一下 退款的事宜會是怎樣 不要因為他離開了 那我就不關事 那我就不想這樣去做的 那始終是一個 的措手問題呢 我們都會幫我們的老友記 去找回客家佬了解一下 退款的情況是怎樣 亦都是開始退款給一些老友記 那這樣的情況呢 我就希望在這裡呼籲各位老友記了 如果當日你們是WhatsApp了 或者是打了電話和客家佬聯絡了 是confirm是參加這個 泰北青邁青來金三角風情文化五天團的老友記 給我一個電話 3955-8673 3955-8673 或者去WhatsApp 9810-8874 你們的personal information 包括你們的名字 和你們的電話號碼 和當日你們的個數字 JPG WhatsApp給我們 讓我們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九位的 族友 是參加了這個旅行團 而你們是成功過了數給客家佬的 那我們會幫大家 去盡快聯絡回客家佬 幫大家盡快聯絡回客家佬 了解呢 他那個退款的情況會是怎樣 那希望大家明白 今次是MIHK 只是幫他做一個宣傳的平台 是客家佬自己親身主理的一個 私人的旅行團的一個聚會 一個旅行團的做法 那但是呢 我們今次會義務呢 會幫大家去聯絡客家佬 了解一下情況去到什麼的地步 亦都去協商幫大家看 是希望可以盡快拿回你們的旅行團的團費的 那大家如果收到我的訊息呢 記得WhatsApp來98108874